图 旗鼻逆一下 再撇出来 逆一下 再撇出来 藍叶皮很漂亮 细到出饱满的收回 这种饱满的东西一定要做出来 鼓起来 然后靠近一点 这里又很用力的 挤下来变瘦 靠近一点 逆上去 中间缝隙不要太大 旗鼻下来 滑上去 保持尖尖 逆上去 再回来 他好喜欢这样子 不知道是可爱写的关系 饱满 膨胀拉出去 后面不能放松 还是要写到底 图 狼野 逆上去 细细瘦瘦硬硬的 这三个笔画不太表情 然后点 开始膨胀和饱满 方哲 这里写的不是很大 那个玉字旁写的倒是有点大了 不过没关系 跟他一样 跟他一样 然后 这边几乎都碰到了 碰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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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碰到嘛 在卫杯里面好像不怕碰到 经常碰到 好 没有点 来 上面写的小小的 然后这个写的 框框个 翘出来的感觉 哎呀 不小心故意啊 不是故意的 然后在这个直画写的 上面写的非常的挺近 然后拉到很长的地方 所以要有心理准备 要准备拉很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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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准收不准收 因为还没有大 因为拉很长 狼 耶 耶 按下去 再滑动过去 然后这个七笔 腻的再滑上去 然后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笔画 怎么这么细细缩缩又鼓起来 没什么笔法的感觉 他这个就有了细到瘦 然后弹起来 呜 诚 感变化 这上面粗道细 小小的 又歪出来 这在这里 这在这里 歪的非常出来 拉在腻的非常回去 这种东西要做出来 不然就可惜了 这里倒是有粗细粗 而且右边的比较长 针 哇 这个针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竟然是歪过去的 跟我们现在的凯数不太一样 歪就歪嘛 跟他一样 靠近 比划靠的很近 然后这个切下去有断掉的感觉 右边很长 保满 这鞋子不要顿了点 身长 这边都非常长 哇 感觉他比我还长 好厉害 撇 然后点就扁扁的 一般来讲撇 撇的长度会比点来的长 这样才有效果 王 棋笔 挖动 后面没有很尖 棋笔 滑动 后面保满 有点尖尖的 棋笔 下了 收笔 这个 很长 很长就很长嘛 怕什么 到后面再拿 尖尖尖尖尖 要做到 王 锤 这个锤 哇 这好腻好短好小 棋皮 直化 好 上面要再四个人 左边的人 棋皮写的很长 左边左秀 秀气写的很秀气 拉的很长 秀立婉约 左哭 右哭了 右边的就没有地方可以伸 所以就写它短短的 干枯了 伸不长的感觉 这中间的笔画 拜托靠近一点 不要让它写松了 锤 这个很重 像刻石头 上来 这个再压下来 锤 方 方上面很长 下面很长 下面很短 上面 很长 下面 留一点点 膨胀起来 这个点 竟然黏住了 平平的 好平的感觉 那么平是因为 等一下还有一个 这么长的笔画 要来做 拉紧 这个上去以后 方折 下来 那一般我们的方折 下来以后 先写这个笔画 这个勾上去的目的干嘛 是为了撇这一笔 撇 哎呀带出去 方 下来